各位听众,为推广政治经济学网台 我们将有Q仔无穷人暂时免费播出 希望大家听有Q仔之时 亦支持政治经济学网台 报名方法,请浏览政治经济学Facebook专页 另类角度提供波马股资讯 这一个即使未能令你早日发达 都可以令你心灵上呼吸天下的节目 有Q仔,无穷人 主持Q仔,白胡小米 好了,回来打Q网了 是不是刚刚出一段新闻了 这个王维基打官司打赢了是吧 是的,王维基真是香港人的缩影 香港有个法治社会 就是自由发治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你说法治,幸好到现在来说 都仍然是顶得住 其他已经不是了 做警察那些,就是执法,就是选择性执法 律政司就是选择性去控告 唯独法庭起码 虽然葛佩帆就说 警察抓人是法庭放人 但是法庭呢 他又不理你什么派的 他只是看事实 起码暂时也维持了游戏规则 所以你过去这几个星期里面看到很多判案 就不是一定个个警察在占领行动 或者反水火行动 抓到那些人一定入罪的 如果他根本乱砌生猪肉 结果就是 警察自己的政策错误发出的 这个法官是唯有放人的 是不是呢 现在你想想王维基这件事 你在法律上他其实没得输的 为什么呢 那个政策就是你政府定出来的 发三个牌 是有什么条件 那你香港的机制就通过这个通讯局 就去审议 通讯局审议过 建议给三个牌 他是有份的 而你的民主局长 苏锦良 经济发生局局长就同意 然后推上这个行政会议 正常来说行政会议 基本上除非有很特殊的原因 要不然就一定通过 但是你现在基于一些 所谓一男子因素 不是蓝色的蓝 是男人的蓝 那就是梁振英的阻撼 当然背后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因为阿爺 政治原因 这个王维基数不过 害怕他 他没有抱抱 那当然不会给他 因为现在你特别看到 这几天有关电视的新闻 包括这个无线 现在真的是CCTVB 摆明是共产党 那根本是党委书记 就是现在变成了无线大股东 第二天就立即改造了 那个Yarn Line 那个Limited 喂 你现在在那个Yarn Line 你不知道里面的股份分是怎么样 总之那个 台湾那个 吕湘就退了下来 非執董他找了一条 即是进去了 你分分钟 他在里面才是最大股 现在陈国强和他 可能都是名义上 那个是黄雪晶 可能是名义上 握了两股都不奇怪 即是说是港党华事 摆得明白 所以 大气电波 一定不会给黄维基 因为黄维基 虽然他都是建制 他也不是什么民主派 但是因为 他没有东西 被大力握手 现在你看到 他开始连他以前 你做差彩仔 做泊车仔 他都不信 他相信自己有 他只能找国强当来做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除了 这个 所谓的中国梅度 入主成为这个 无线的大股东之外 刚刚 这个邱德金的儿子 邱达昌 又组成了财团 就准备申免费电脑牌照 这个摆明就是准备 万一 多数都是 亚氏刮老衬之后 那个牌子就给了他 就是这个 所以黄维基虽然打烊官司 其实也没希望 你看到 正常来说 本来黄维基提出的招式是对的 因为准备免费给亚氏小时 这个亚氏播映 然后保证给500粒 广告费用 现在亚氏叶家宝就说 要求一千 那一千可能都给得过 因为如果你想想 香港电视现在制作 包括选战 新闻导火战 如果放过去 我想想一定有广告 一定坎嵌无线那些 如果你一个月 找回二三千万人 广告应该不难 分三千万人给亚氏 你就可以玩到明年 但是 我想在政叶压力之下 其实都不会成事的 现在黄维基 就打人官司 理论上 你这个六八九政权 你要不给牌 你真是很难找到一个藉口 因为你上一次有一个藉口 就说什么呢 为什么不发三个牌 就是因为市场容纳不了三个 如果发三个牌 恐怕这个亚氏就没有生存空间 因为不够港澳支援的东西 现在亚氏都关闹了 这个最强的理由不存在 那法庭在法律上 你说依法治港 依法施政 那别人黄维基又打人官司 那你怎么办 那你给不给别人呢 不过问题这个世界 现在不是讲道理 就好像普选那样 这句才是最惨的 最惨不是讲道理 不是讲法律 如果讲道理 讲法律 大家都知道普选的 你中共应承的 你晚禁搬龙门 由附件一附件二 搬到三部曲 变成五部曲 你都不跟自己游戏规则玩的 其实 所谓普选很简单 什么叫真普选 就是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连伊朗 那么差专制 在参选的时候 都没有限制 不过你选不了 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限制 所以说 不是讲道理 你讲道理也没用 对了道理 这个黄维基和乡衡一样 都改变不了命运 都是给他 都不会 不过短暂 可能他的股票会炒 也不顶 现在三室你也炒过了 都不计 收了事才说 所以礼拜可能就会抽一抽上去 不过大家就不要当真 不要以为 一定会拿到 九成九都拿不到 最似他经济满途 最似他最似他 最似他经济满途 说签了一个不知什么网的电视 就查了一只808 炒到四条纸 现在跌到几个纸 证监员正式开发都查了 下一个不知会不会查这个 不是808 好像是 那个是8019 808就是会有的 就是养生纸出来的那个 是的 最多会不会查137 不知道 如果要炒的话大家要小心一点 不过问题 哎 一旦这个黄维基不值 谁叫你是黄维基吗 你不是黄赳的吗 你赢了一场加 你赢了一场加 你赢了官司也没用 赢了官司 只得注定 是不会有牌的 没错 你赢了 那星期天 全年最后一个高潮 雷黄杯 是的 那就没有了 跑到雷黄杯就真是贵了 哎 这个 那有几个 有五个 好像有五个外地马来玩一下 那些骑士都 五个其实都是只有两个 可能有机会捏的 就是无饭区和红色礼物而已 是 不如日本马很难猜的 日本马 但是日本马 跑整国际赛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那些骑士是炸的 骑士是炸的 出到去都很少人的大 所以都是不用看的 就是其实看下 不过红色礼物就没了个毛斯尔 是吧 看看暴民行不行 就是其实是 照计都是跟韦尔顿链的而已 跟韦尔顿链的 就是 就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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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回来的记录 没有买贏到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力过渡 就不知道是吧 那所以变成是没得倒的 就是这场 至于第七场呢 上一次是试过一只偷鸡啦 找了谁来呢 就是用级数来赢啦 大运才 但是 但是历史这么简单重复 又不一定是 所以这场都是不要倒的 就是 不是我来说 我就不会倒的 就是看回其他场子 第一场呢 其实这个暴民这个骑士是挺好的 就是好骑士 好骑士来的 所以呢 就是我喜欢第三场 你看过那些 很多只马都跑千路都OK的 以撞带那里不是一只Top 3 但是跑的时速就最好这只 1分34秒多 那虽然撞带不是十足 那就是因为不是十足 进去的暴民反而有得分的 因为这场 都很多马咩飞 包括拼搏小子 真慷慨 钢斑 这个 八心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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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心微笑 那不如买暴民 所以我就是第三场 首先喜欢五号的赢蓝 另外第五场呢 这场马就是应该就是 我觉得那些质心比较好处 那些金典四岁马的金领袖 上次赢的情 赢的情 现在当时用轻磅 就是用回韋达 还有韋达近期 因为他根本现在都是要靠很多 以前就有了 哪有我支持他 今年他赢了座 其实也要找高东 尼 找高达 高达 就是苗里德 在这一层来说 这个太金刚也会热 但因为他跑得太多 就是 其他一些又是似时而非 都是不宜 虽然热烈地 但都不会热到没有尾 都是要回韋达 十三号的金领袖 另外就是第九场 这场就是 我想都是这个 摩东方控制大局的 那对手可能是莫雷拉 那位活力宝 但我始终都是喜欢 其实这一场马也未用尽 就是共创美好 整个都被人看低 因为同场大摩 二宝的配合报名 又降班 因为我讲class 最高当然是一二 但是一二 一可能是太短 就是千四 虽然配角林和榜重 不如跑温正宗 用配汤味 就是跑温正宗的共创美好 至于最后那场 那就是 这场就很多马都可以的 就是一个都是暖局 但是如果你以质身马 当你三岁马 尤其是今年 就是成绩大进的 苏保罗 用回潘顿骑 又有得分 就是不会说热到没有尾 起码不会两倍 因为太多马 不如稳稳稳稳 要回潘顿的活力小区 总结就是四个马 就是三场五号的营兰 五场的十三位金领袖 九场的五号共创美好 以及一第十场的九号活力小区 那我喜欢几个边线马 那我喜欢第一场一 那是二号甜蜜鑽石 那上一次的罗里亚 其实就非常之 因为抗美云 好像还没开载 对呀 还没开载 这些马就 真情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上一次 就是罗里亚 那个法力有些问题 以及冰冰冰冰冰冰 就是撞了很多东西 我这场我看过几次 那我就觉得 好像不是很适合他 那坐左之后被冰冰冰 始终是谁的主席 其实都是道理来的 都是比较道理来的 都比较道理来的稳固 二次买真情 可能两场都是道理来的 因为泥地那两次 很久没人马那一次都是 但是也要追溯啊 陈进伟 另外中期二场六号 马明德 那这一马老实说 常常都说 都OK的 知知知知知知 这次可能会抱歉一点点 这一马要时刻要看住 我不是说笑的 这一马应该都是高班马 另外博泰满 这一马就五场六号金秋 那马防就坏了 不用说 不过 真正这一马可能现在千八最好 即是左搅右搅 左搅右搅 你落到 都是减了那么少分 那你不如拼个平时就好了 所以 他有一班你曾经何时 都曾经做过打给延门 是 即是你 即是你不知道 只会到三班 不过你也不知道他想怎样 真心说 不过所以 所以我都觉得 平时是直博的 这场马有李芝 有泰金刚超有 有尼加金领阵 还配的 懒忍骑斯连搭 可以吗 所以这些马博泰满 所以这个星期 介绍三只马 田蜜鑽石 马明德 和金秋 足球就介绍两场 简单 星期日三十八场 先锐队车路士 买车路士 然后过去四十场 朗尸对着摩勒哥 买摩勒哥 简单单 赌钱都不须复杂 好像现在买股票一样 只要纖号好像在发贷 我公司的人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赢多些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